今天又來分享M3工作室冠人高手作品 外箱上就是老樣子 出面有用膠帶著名內容 5 今天分享的一樣是1比6尺寸 螢幕平頭的版本 再度感謝玩具給庫提供場地跟作品給大家分享 包裝一樣是用比較精緻的木盒 所有的圖案就只有一個LOGO 就也不錯 整個系列都省了在外箱包裝上做彩繪的設計 全系列都這樣做 裡面泡棉再剪單割 這樣對工作室感覺也是蠻方便的 體素鐵牌同款一樣 背後有一個沒用的條碼 沒有負利甲 木碟板跟之前同款公式牌法 前面寫上名字底部是黑色的絨布 劉山峰的臉是有點內向 但書真的做得像的也不多 這款在某些角度是還可以的 除了仰角 有點影子就還蠻帥的 所以不建議擺高位 球衣球褲都加了格紋 文字跟數字所有圖案都有立體像電鏽的 球就還蠻想打的 其他塗裝就還可以 沒什麼大問題 深淺陰影在肌肉還有服裝都有比較明顯的處理 手臂線條還蠻好看的 就是一個好高中身 球鞋也非常的令人羨慕滑翔有一雙 但鞋底就真的比較節儉了 打比賽還是建議穿比較新一點的 這一箱就只有底座跟人物 直接站上去之後就結束了 超級無聊的接下來看陰幕 所有的包裝都一模一樣 編號鐵牌也是不給立架 背面的條碼怎麼這麼歪 底座看得出來也是同一個垂藏的地板 然後可以自由的在左右任一邊拼裝 因為比劉川峰多一個制服外套穿 就也可以選擇不穿 繞了一圈看起來主裝就是直接套上去的 沒機關 裡面兩側都有絨布 防刮 傷襯色 劉川峰應該也穿得下 這臉跟膚色就有點像POP襪的索隆那樣 10號的感覺有點抖有點歪 頭髮像帶油貓之外我覺得也是蠻好看的 反正不是我花錢賣的 我覺得腳只要這樣夠開就會像陰幕 啊這個鞋也是超級的好看 看到鞋底我突然發現 這是正確的鞋底 地板那個腳印是誰的 反正不是他的 到底為什麼木地板需要這麼兇猛的腳印 外套輕鬆丟上去 那第一套這三隻就分享完了 後續到齊的共鳴效果我還是很期待到最後10隻你都可以拼在一起 也就代表你的櫃子是真的很寬 也代表你是真的喜歡 謝謝觀看 下次見 掰掰